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的8月23号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是周远 和大家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药文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茅台的股价 今天贵州茅台是再次创下了股价的新高 截至到收盘 茅台股价上涨2.36% 突破了1130元 此外 五粮业和卢州老教 今天也继续创下历史新高 在龙头白酒的带领下 昨天整个白酒指数大涨2.81% 除贵州茅台外 五粮业 顺兴农业 卢州老教 也纷纷创下历史新高 万德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中性白酒指数涨幅达94.7% 接近翻倍 从市值来看 昨天整个中性白酒板块 大涨673.3亿元 今年则大涨1.2万亿元 而从股价来看 涨幅最高的为五粮业 年初至今涨幅155.67% 其次为股景供酒 涨幅120.18% 贵州茅台涨幅为90% 今年以来 市场主要股指涨幅在20%左右 而大消费类板块则明显强于大盘 优良的一些龙头企业 调查结果显示 ST康美在三年多来的部分定期报告中 分别需增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营业利润 货币资金等 对此 证金会决定对ST康美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 对实际控制人 马兴田 许东锦 急于警告 分别处以90万元的罚款 并终身市场进入 但诡异的是 自从ST康美遭处罚落地后 公司的股价却开始上演连续涨停 本周一 一开盘康美的股票便封于涨停位置 周二继续上演一字涨停 周三周四虽然没有再开盘涨停 但市场的成交热情依然不减 股价最终都已涨停收盘 今天早间ST康美 在开盘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 股价再次被牢牢地封死在了涨停位置 但奇怪的事情却在午后发生了 下午两点过后 ST康美迅速跳水 股价直线跌停 上演天地板 但在临近收盘时又有所反弹 最终以下跌3.49% 结束了全天的交易 康美要业的财务造假案 成为了今年证券市场中的一大焦点 那这个事情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今年4月30号 康美要业发布2018年年报和2019年一季报 称2018年以前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费用及款项收付方面 存在仗实不符的情况 其中货币资金多寄了299.44亿元 除此之外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也出现重大错误 消息爆出后 康美要业股价连续五个交易日跌停 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随后的5月5号 上交所就对康美要业下发问询喊称 康美要业应当严格区分 会计准则理解错误和管理层 有益财务舞弊行为性质的不同 并且要求其在5月14号披露回复 但之后 康美要业连续两次发布公告 表示要延期回复问询 而就在5月17号 证监会则率先通报了 康美要业的最新调查进展 初步查明 康美要业披露的2016至2018年 财务报告存在重大虚假 包括使用虚假银行存单 部分资金存入关联账户 买卖股票等 一是使用虚假银行存单 虚增存款 二是通过伪造业务凭证 进行收入造假 三是部分资金 转入关联方账户 买卖本公司的股票 近日我会以对公司的审计机构 正中珠江会计时事务所 涉携为勤勉竞责 立案调查 今天上午伴随着 最后一贯混凝土的胶筑完成 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 主体结构正式封顶 至此京张高铁 全线绽防主体结构建设 全部完成 施工由主体结构建设阶段 全面转向装饰装修 机电安装和信息工程施工阶段 京张高铁是国家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中 京兰通道东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 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 位于北京延庆八达岭长城景区内 毗林八达岭长城 距离北京北站70公里 总建筑面积49500平方米 分成地面站房和地下站两部分 其中地面站房9000平方米 地下站40500平方米 地面站房设计尊重自然 形影于山 站房左侧为出站大厅 与进出站通道相连 右侧为进站大厅 进站后通过扶梯 下到-9米地下后车大厅 它通过一个斜行的长达隧道 将地面站房和地下车站台向连通 它这个斜行通道分成两层 下面一层是进站 上面一层是出站 八达岭长城站是目前国内 埋身最大的高速铁路地下站 站房主体施工结构 基坑开挖深达11.5米 尤其作为国家著名旅游景区的形象工程 创新了既能尊重自然 又能取得突破的技术 这个站房的施工 它位于长城的景区内 我们最大的难点是对于长城的一个保护 包括地下隧道采用一个微爆破的技术 包括地面站房的施工 我们优化了工艺 采用了机械挖掘 代替了炸药爆破的这种工艺工法 实现了对长城景区的一个很好的保护 据了解 京张高铁是我国首条实现智能化运行的铁路 未来将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 滴滴出行的宣布从今天开始允许16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单独乘坐网约车 平台将通过未成年人保护计划进行特殊保护 这个新规一出引起了不少的热议 记者了解到 未成年人保护计划是指 对于在平台上留有实名信息的用户 只要年龄超过16岁未满18岁 乘客必须设置紧急联系人后才能独自乘车 以便乘车人的亲友与平台一起关注出行状况 随时给予必要的帮助 此外滴滴还会给乘客匹配服务评价更高的司机 增强对乘客的安全提醒和引导 同时加强对行程中车辆异常停留 路线偏移等情况的监控和干预 这些举措引发了关注 可以尝试吧 因为毕竟16岁大概就高中生了 可以尝试一下这种行为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它毕竟要走向社会的 像家长我们就是比较忙 每个这些车送他们去哪里 他需要去哪里的话 他自己打自己 我感觉自己打自己打哪里 很方便的 而针对这项新规 滴滴出行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未成年人乘车新规事情后 他们还将结合私承人员的反馈 不定期修订优化规则 并结合实际改善平台服务 南海日前正式的开鱼了 这两天在福建广东等地 一些满载而归的渔船 已经陆续的回港 一批批新鲜的海产品上市 吸引了众多的商贩和市民们前来采购 在福建莆田文甲鱼港码头 早上不到七点 就有部分出海渔船满载而归 一框框新鲜的海鱼被搬运上岸 文献而来的商贩和市民 纷纷挑鱼买鱼 21号下午3点 广东珠海鸿湾中心 首批回港渔船陆续驶入港池 停靠在渔港水产交易中心地岸 在广东接洋的衣饰场内 不少海鲜摊档摆着新鲜肥美的鱼 虾 蟹等海鲜 一些市民都想趁刚开海 品尝一下久违的新鲜海鲜 海鲜主要是新鲜 然后够大就好了 看这么多 想吃什么都可以 海鲜档主介绍 随着开鱼后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返航 市场海鲜的供应量会越来越多 品种也越来越丰富 而随着上市量的逐步增加 预计均价会有所下调 为了防止疫情 广东省的部分养殖基地 开始尝试一种叫高床养猪的 新型养殖模式 以降低动物疫病的传播风险 广东清远养猪基地 猪舍内没有刺鼻的粪便臭味 相比传统的猪舍 这里的光线和通风也更好 负责人介绍 这是因为他们的猪都生活在二楼 我们高床的结构是分两层的 我们一楼一层主要是放电料 我们电料是大概80到一米高度 一米的高度 出生在三米高的楼顶上 据了解 高床发酵型猪舍采用双层结构 猪舍在二层 通过地面的全漏缝地板 猪粪尿就可以落入一层的电料中 与木糠 骨壳等混合发酵 可以变成半成品有机肥料 另外 整个生猪养殖过程 不需要冲水 能大大减少污水的产生 专家认为 高床养猪也能有效降低 动物疫病的传播风险 我们也知道 其实分尿的话 是一些疫病 特别是一些病院微生物 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而这种高价发酵床模式的话 分尿通过落分地板 直接掉入到下面的电料层 那么它跟分尿之间接触的 几率就降低了 可以减少疫病的发生 第二块的话 就是下面的电料层 因为分尿进入到下面的电料层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个耗氧发酵的过程 这个过程 温度可以在55 甚至60摄氏度以上 如果温度特别高的时候 那么对于一些病院微生物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去适应的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日本总务省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电费和食品价格上涨等民俗的影响 7月份 日本剔除生鲜食品外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0.6%至101.5% 这是日本核心CPI连续31个月同比上升 但涨幅保持了上月的较低水平 为使本国经济走出通缩 日本政府和央行2013年1月 是确立了2%的通胀目标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燕 希望通过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 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 但目前差距依然较大 内蒙古自治区最近出台政策 计划建设五大奶